摆上一整櫃新鲜海鮮 这是一人杜诗梅在花莲东大门夜市经营的海鲜探口店 开始受到三级警戒影响夜市被迫停业 让它只能在家放无薪假 不想坐以待毙杜诗梅自己找出路 冰箱里满满水果奶酪横切面 还有可爱爱心造型 杜诗梅防疫期间靠甜点转外快 把鲜奶放在炉子上加热 还得依序放入砂糖细火慢熬 这是奶酪的基底 芒果清洗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等到奶酪固定之后再把芒果分装进盒子里 有客人预定上门来取货 不过防疫还是得紧紧戴上口罩 因为疫情我们完全就零收入 所以就是直播然后还有甜品 但其实大概都是其实补贴一下成本 顾客预定捧场指示原本卖的是烧烤 怎么斜杠卖起甜点 原来杜诗梅趁着疫情宅在家时间多 上网自学出心得 不止芒果奶酪奶油盐可送也难不倒他 另外有猎人粽子支撑的阿败也很特别 因为好像真的很多摊商他们就是全部都是靠夜市的收入 但是封了一个多月他们撑不下去 听说好像到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收钱很多 东大门夜市预计在13号恢复营业 除了游乐店家禁止停业外 摊商也不能提供内用 另外也会管控人流 从原本开放的6600人进场降载三分之二 最多只让2500人进入 因为老公关系 父亲俩走入夜市卖烧烤 疫情冲击停业 他们最有感 过渡期跨领域学手艺 贴补生计也开发自我心潜能 上连新闻女媛杨新义花莲采访报导